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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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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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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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沐 好长 你也在这儿练了 之前没见着你啊 见你这儿 没 没事吧 没事 没事吧 你再来一遍我看你怎么回事啊 哪是出的问题啊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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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歪了 你去中 去中 你现在重心有问题 你就得用成这个夹子 你万一一边掉了 你那边直接就砸过来了 行 下 下 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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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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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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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练 七分吃 小沐 你就太瘦了 我跟你说你现在就得 米啊 面啊 肉啊 全都燥了 先把维度先烘起来 行 哥 以后我就跟你混了 行吗 你不知道 最近老大也太能折腾了 这整得我每天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甚至还要光出虚汗呢 你都累虚了 对 对 那你们那个香薰项目怎么样啊 狗无言惨喘 有个问题我真的想请教你一下 说 就比如说香薰这个项目 这一开始洽谈的也是我们 许总那边也给出了新闻的底价 百分之八嘛 但就是有人报价比你低 哪怕是赔本它有人跟你抢 你说这咋办 为啥会赔本的 你不知道 其实这个项目呢 老大一开始是不想接的 这不因为当初绿农房了 海巷又爆雷了 只能急不择时啊 哥 我们今天有发现 他们的原材料供应商定价又涨了 你也知道 现在全球范围内的供应商 都面临着减产的问题 要是找不到新的供应商 他们明年的财报数字 就会非常难看 所以今年必须得把材料给报上去 价格没谈笼 合同没办签 时间却越来越紧了 所以我们报价 几乎都已经是底价了 但没想到还是有人 算了 小沫 我要是你 我现在我就下场了 百分之八让到百分之六 你别看就两个百分点 他许子权他就想不到 他就让不出来 人A大就能想到 所以许子权就是不行 你跟他没什么发展 小沫 老大 记号图图呢 爱他为了和我们竞争 把价格压到了百分之六 好的我知道了 拜拜 喂 魏晨 您要不今天别去公司了 闭闭闲 你决定跟A打参牌了 对 而且 绿豆的陈田舅长 应该翻一翻 你自己看着来吧 只是都一个公司的 也别闹得才难看 放心吧 我明白 A大总 找我什么事 请坐 先不坐了 说吧 听说你们的报价撤销了是吧 什么报价 我们手里十几个项目呢 要不具体的 你跟小旭聊聊 你们今天晚上原本 要跟欧洲的 香氛原材料公司开会 对吗 十点 但是据我所知 今天晚上你们开不了这个会了 坐吧 小旭 帮我来杯咖啡吧 好 徐总跟我说 你们也报了价格的时候 我并不意外 而且上次绿能被搅黄了 我也没说什么 毕竟您是领导 即使要谈 也应该是Richard找你谈 Richard 他怎么可能主动来找我谈 我知道您二位是老同学 在我入行以前就一起工作了七八年 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了矛盾 那是你们个人的恩怨跟我没关系 对吧 我现在只在乎的 是到底是谁在我们两个团队之间 还是瞎叫我 徐自权 你是个聪明人 当我看到聪明人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最大限度的能力的时候 我真的替你着急 您不着急 我都不着急 对了 原材料减产的事呢 是我瞎编的 您撤了报价 我很感激 所以呢我约了合规部门领导 也不用跟你谈了对吧 那就麻烦你了 慢走啊 停 你 好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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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你接着睡吧 我 秀子轩 以后啊咱们再不要彻底厂聊了好不好 有问题白天解决 我今天整个人在旅所里面都要垮掉了 我的天哪 还好我的老板大发慈悲放我回来了 不然我今天真能死在旅所里 琳达 你怎么样 累呗 但是好在解决了一个麻烦 你别收了 你过来坐会儿 没事 先收 你知道你现在那样子特别像我的爸 这样也跟我爸一模一样的就是那种 细致入围特别贴心 但是呢特别喜欢在我面前干活 弄得我特别内疚 就只能跟他一块干 我没叫你非要干啊 对吧 你不干我干呗 再说了 其实你可以吃完之后就把它收了呀 那你知道人总是有那种特别累的时候呀 累得真的连句话都不想说 连吃这个饭我都是耗尽了我最后百分之零点零一的力量 我就想睡一会儿睡醒了再说怎么了 是可以 没错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醒了之后 这满屋子充斥着外卖剩下的味道 能好闻吗 是不太好闻 我吃饱了睡醒了没了这味 还真是有点不适 所以啊 下次记得收 下次见 赵正 不抱怨了 不抱怨了 怎么了 这算不算是我们 谈恋爱以来 不对 合租以来 第一次的 吵架 不算 这怎么能算吵架呀 这顶端是咱们俩这个 生活习惯中的一点小摩擦 但我明显地感觉到你刚刚不耐烦了 有吗 有 很明显吗 很明显 我下回一定注意 而且我 我都已经 张开了我身上的刺 准备来回击你 一点给我施展的空间都没有 可是你这么说像咱们俩不熟似的 那本来就不是很熟嘛 像我们从陌生人到朋友 然后再到 亲密的情侣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个过程 等等 画个重点 怎么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啊 你真讨厌你 这是讨厌不讨厌的问题吗 这剧情都发展到这儿了 我要是不把你摁在沙发上 你下去 你把那破手机扔了行吗 她太耽误事了 把妹妹扔 喂 欣资啊 怎么了 欣资 姐 什么情况啊 这是我领导胡哥 他接到公司安保的电话也赶过来了 我不是昨天入住吗 这边的保安发现 我一出门 楼道里就一直有个人影晃悠 我下班一回来 加百就又来电话了 说要见我 欣资姐姐啊 你好 那个 不用太担心 我已经让保安把人给拦住了 但是我是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她 麻烦你了 没事 还是跟到这儿来了 但她是不是在这儿 按什么监控了呀 我跟你想的一样 找半天了你没找着 我刚刚也找了半天 这是什么 上头 没事了 我来 我来 欣资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呀 我再考虑一下吧 舍不得分了 她现在这样 我觉得有点离谱了 难道你不觉得很吓人吗 其实她是有一些出格的地方 但她对我好也是真的 也许是太爱我了 但这真的是你想要的感情吗 可是 每段感情不都有缺点啊 她有她好的地方 我只是觉得 不能轻易地全盘否定一个人 我跟她好的时候 我考虑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哪怕是分手 我也需要再考虑一下 其实我觉得 要是分手 好 她是分手 好 你不听我说 好 她是分手 好 好 她是分手 好 好 之前一直在南方 对对 别的男人乖跑跑 开会啊 什么东西 程哥 转转转 好久不见了 我了 好久不见了 你怎么这么结实啊 坐了 坐坐 快坐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我的同事 欣姿 这位呢是欣姿的姐姐 唐律师 程总 唐律师好 程总好 你好 给我也来一杯 跟她一样 好 稍等 谢谢 刚好你来了 我需要你办个办法 薪资呢 她的这个男朋友啊 有极强的掌控医域 所以呢 在她家的门口 装了监控摄像头 每天监控她的行踪 那现在小工丁就害怕了呗 那就先站住到公司的公寓 结果这个小伙子 非常有本领啊 追到了公司公寓 她在公寓楼道上也装了摄像头 虽然我也没办法了 你这个老狐狸 抓紧时间快 出出主意 快 你就打算这么假装不认识我了 妈唐颖 人人太巧了 老胡 我跟这个小姑娘啊 不光认识 她呀 是我的老乡 还是我的邻居 十年前啊 我还去他们家给她补习过功课 我发现你们就这巧得也就离谱 你怎么可能嘛 我这 我怕你没认出我 这不尴尬吗 刚刚你进来 我第一眼就认出来了 刚来的时候确实没敢认 对 你俩是八变了 不过虽然过了这么多年 你的习惯跟喜好 还是跟以前一样 好 好 认亲结束了啊 先说正事 你现在抓紧时间给出个主意 人小姑娘现在都害怕了 本身这事吧 你躲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因为第一 既然她都已经知道你住哪儿了 那躲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这第二 有些问题吧 你越拖着 越容易激化矛盾 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 我们确实是不知道 许家白她心里 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这么躲着 反而你更被躲 你知道 打边的屋和火锅的区别吗 这个 我最清楚 打边的屋啊 其实这个边 不是现在的 是挺久了 距离 你拉黑我 已经有十年了 这事可真不能怪我啊 你 你一会儿才多大呀 老给我发一些奇怪的消息 我要是不乱你拉黑的话 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 那我还得谢谢您了 客气 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久别重逢 都应该问这一句吧 不太好 你怎么不问我 不用问也知道 你过得了 准备不错 哎 那 还有没有机会 再加个微信 如果你还要拉黑我的话 那就不加了 这么记着 紫辰 不不错 你 我可以 好 是 你 可以 放 你 你 我可以 我可以 然后 我可以 老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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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还没出来我倒吐了 我的天 来来来来 坐坐坐 你轻松一点行不行啊 那生个孩子哪有那么快的 这里边没什么事 你外边就急死了都 还好你过来了我踏实点 我告诉你也就是你 要不然谁能大半夜把我叫出来 围观人生孩子呀 老乔 前段时间 我老丈人家出事 都是你帮我 现在我 行行行行 别回去 一会儿留给你老婆孩子 好 家属家属 恭喜恭喜啊 我是孩子夫妻 恭喜恭喜你 是个女孩五斤六两 女儿 小顺点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那我老婆怎么样 母女平安 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 女儿 恭喜啊原队 你 他准备了 是个女孩 还没有 是个女孩 我 是个女孩 是个女孩 不得了 是个女孩 干吗去 回来了 怎么就不会人家消息的 坏毛病跟沈穴呗 是不是跟你三天家里吃饭去了 你说什么呢 我刚才那个地方没信号 对不起了啊 渣男 你这总爱给我扣渣男帽子毛病 你改改啊 过来 给你看个东西 干什么呀 是是是 给你看看 嫩糊糊的 谁的孩子呀 我女儿 你现在得不出去约会就算了 你还要去看自己的私生女 敢女儿 走 看 我给你看看你这样 这是江城的闺女 这是江城的闺女 我今天就去医院陪她等了一晚上 她老婆生孩子 唉 这可能就是我 延迟的幸福感吧 社长 生命真的是很奇妙 嗯 嗯 嗯 神明 神明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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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琅姿 你不在这儿家里功劳劳的了 你特别不向家 跟我不家好不好 你这样我怎么敢跟你回家 你偷看我手机 跟踪我 在我公寓门口装监控 你连辞职这么久了都一直瞒着我 我现在能特别怀疑跟我谈恋爱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变态吗 你 你是在怕我吗 我不可怕吗 先生 你不在说 每天都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你就一点没有想我吗 回家说说 你别碰我 我们去一个人多的地方说可以 那你说去哪儿 啊 要不然咱们在这儿说吧 这儿有人流也要监控 你别害怕 不会对你怎么样 好 其实我知道 今天无非两个结果 要不是回家 要不是分享 我今天先向你道过歉 对不起 我不应该通话你的手机 被你抓了现行 我无法解释 我呢 是一个很自卑很自卑的人 我很没有安全感 尤其对你的时候 我特别卑微 你每天总有办法让我觉得 我什么也不行 你不是说你不好啊 就是因为你太好了 就是因为你太好了 但人不就这样吗 早上想把最好的 都握在手里 我就是想把你握在手里 有错吗 没错 你在手机里 每天都会有无数的 追求者 烦着你 缠着你 你巴不得咱们俩马上分手 有时候我就在想 我说 我说你为什么 给他们发了微信的时候 能那么开心 能那么快乐都 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又是怎么看待我的 你想多了 你想多了 杰伯 我给你的暗裙感不够多吗 你不让我穿短裙 不让我穿吊带 我再也不穿了 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 我跟其他人出去吃饭 我总觉得好像对不起谁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社交生活 你 你在我公寓门口装监控 不也证明了你是你 心里有问题 我心里有问题 我心里有问题 当我说你跟那个红鹅吹一声 我怎么想的吧 我不知道你在跟他干嘛 明白吗 我会乱想 我会胡拍 你觉得你这样做 没错是吗 你不觉得恐怖吗 我什么都没做 可你知道我经的恐怖一点 不比你少明白吗 你不能接受我看一首词 我不看 不能接受我隐瞒 我不隐瞒 我可以给你改变一切 我可以改变所有 明白吗 现在我知道我没有 分身感我照顾强 我还怕失去你的脑袋吗 你知道我 我害怕失去你的脑袋吗 我害怕 你可以说我忍个缺陷 忍个缺陷 你什么都可以说我 到底哪比所有人都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许家法您应该清楚的是能救我们的只有你自己 我生存证还在里面 扛给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听听听看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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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你这些节奏 处理修阳 对一个写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